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晚安台湾》 我是谢安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 今天国内又新增了两例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 分别是美部一名30多岁的男性 还有另外一名女性 她是在这名男性在2月17号到22号 跟团到日本的大阪去旅游 回到台湾之后开始出现咳嗽喉咙痒的症状 在今天确诊感染 研判她是在日本感染的可能性比较高 因此是境外移入的个案 另外针对日本旅游的灯号 外交部也调生成为黄色 提醒国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另外一名确诊个案 就是北部50多岁的这名女性了 她是有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史 14号她是因为低血糖 全身倦怠收治住院 没想到在一个礼拜之后 她开始出现咳嗽喉咙痛 还有发烧的症状 在今天确诊 由于这位个案的同住家人 都没有疑似的症状 究竟她是社区还是在院内感染 源头还有代理情 于日本感染的可能性是最高 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到日本游玩却疑似感染武汉肺炎 国内确诊病患再新增两起 累计来到34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根据活动史判断 一例恐怕是境外移入 另一例则可能在国内感染 这个33的部分应该是还好啦 那34的部分因为她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 指挥中心表示 第三三例是居住在北部 一名三十多岁男性 她在2月17号到22号 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 反台后25号出现咳嗽 喉咙痒症状 隔天急诊送医采宴 27号医院通报送宴 在28号确诊 目前研判她在日本当地感染的可能性最高 也持续追踪与她同团的21名团员 还有亲友同事的密切接触者 日本旅游疫情建议 虽然指挥中心还没宣布升级 但未招部已经抢先调升 日本旅游警示灯号为黄色 提醒国人特别注意安全 并检讨该不该前往 另外也调升北海道旅游警示灯号为橙色 建议避免非必要旅行 至于第34例患者是一名北部 50多岁女性 有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史 14号因为低血糖 全身倦怠收治住院 却在一周后出现咳嗽 喉咙痛发烧等症状 26号诊断出肺炎 通报送宴 28号确诊 由于个案同住家人没有疑似症状 究竟是在社区感染 还是院内感染源头有待离情 医院的部分 当然就会先针对 他有铺路的这几个病房 那跟医护人员 我们先做裁检 平常没有出门也没有出国 第34例又出现不明感染源 能否寻现追查防堵成为隐忧 记者陈子凡 林一星 刘伟成台北报道